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 这是以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为依据的 美国不会寻求 也不想看到危机 而同一天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的 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的高级代表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对中国最近宣布的威胁行动感到担忧 特别是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 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局势升级 而且中国没有理由以访问为借口 在台湾海峡进行侵略性的军事活动 声明还说各国的议员出国旅行是正常的惯例 而中国的升级反应可能会加剧紧张局势 破坏该地区的稳定 声明还呼吁说 中国不要单方面的以武力改变地区现状 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歧 而在周三 英国外交大臣兼首相候选人特拉斯 也谴责中共的煽动性言论 而对此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发推文回应 说感谢七国集团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 也表示台湾致力于捍卫现状 以及来之不易的民主 新团正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华府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